姐 祖父来了 在二叔那屋 玄妙儿正在给胖胖换尿布 她一听玄浩的话 把尿布交给了刘氏 娘 我得过去看看 祖父保证是有事吩咐咱们 说着下了炕穿鞋 跟着玄浩过去了 进了屋 玄妙儿就赶紧亲切地喊着 祖父来了 妙丫头 怎么不照顾你弟弟啊 赶紧过去 帮你娘照顾你弟弟去 祖父 我弟弟睡觉了 我活也干完了 歇一会儿 一会儿弟弟醒了 我还得去忙呢 你们说话 不用管我 玄妙儿坐在炕头这边的炕炎上 往里边挪了挪 让小腿搭在了炕炎上 稳当地坐好 玄老爷子见赶不走玄妙儿 只能说出他来的目的 老大这一伤啊 耽误了不少活 咱们家的柴火 怕是过不了冬天了 爹 咱们家也不是就我和大哥两个人 四弟五弟都闲着呢 往年我和我大哥闲着 这砍柴也就砍了 今年大哥让老三伤了 还这么重 怎么也得以大哥的伤为主啊 玄老爷子听见玄文娇的话 有一点尴尬 老二 你也知道这老四干什么都不行 他砍柴能砍多少啊 这老五明年春天就要考秀才了 现在也不能让他耽误时间吧 祖父这个意思 是让我二叔背着我受伤的爹上山砍柴咯 玄老爷子听见玄妙儿说话 心里没底 这丫头总是把别人直接拐带到他的思维上去 玄老爷子只能用长辈来压制 你个小孩子家家的 别插话 我和你爹和你二叔正说正事了 我说的也是正事呀 我爹都伤成这样了 翻身得两个人扶着 难道这样还要干活 我什么时候说让你爹去砍柴了 我是让你二叔和二郎去的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分长幼啊 这大人说话一直插嘴 别说话了 玄老爷子一听玄妙儿说话就头疼 因为玄妙儿说的总是让他反驳不了 祖父 我没有乱说话 我说的都是有道理的 怎么不能说了 李郎中说我爹的腿不能动 不能碰到 翻身必须两个人配合着 一个人很容易撑到伤口的 玄老爷子这次也是下了决心 一定要让老儿去砍柴 让老四过来和二郎一起照顾老大 老二一会儿就去砍柴吧 爹 我不去 大哥让别人照顾我不放心 万一再碰了伤口 大哥这腿就要落毛病了 你说什么别人呢 老四不是你们亲兄弟啊 他还能不好好照顾自己哥哥 爹 你说这话你自己相信吗 终于是在本地上 我说这话你没必须 你真是在本地上 就是说这话我说 你这话我说 你真是在乱说 那你真的老四过来